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耶利米哀歌三章一至二十三节 我亲身尝过上主 愤怒的像带来的痛苦 他带我进入黑暗 遮住所有的良光 他的手转而攻击我 从早到晚 一次又一次 他是我的皮肉衰老 又折断了我的骨头 他用痛苦和磨难围困我 纤扰我 他把我埋在黑暗之处 好像死去已久的人 他足牆围住我 我无法逃脱 他用沉重的锁链把我锁住 我大哭大哭 他却完全不听我的祈祷 他用高大的石墙 挡住我的去路 使我的道路于回曲折 他像红埋伏 像狮子隐藏 等候着要攻击我 他把我拖到路旁 撕成碎片 留下我孤立无缓 惨遭遭游论 他拉开工 让我成为他的箭把 他把箭射出 深深射进我的心 我的同胞嘲笑我 终日唱着讽刺的歌 他用痛苦充满我 带我喝忧伤的苦走 他使我嘴着沙溺 让我在尘土中打滚 平安已经被剥夺了 我已经忘记了何为迅速幸福 我哭哭着雪 我失去光辉了 我失去一切对上主的指望了 想起我的苦难 和流离失所 我痛苦得雪不出话来 丧失的一切 令我悲痛欲绝 这可怕的时刻 我永世不忘 然而一想到这点 我就然起了盼望 上主信实的爱 没有穷尽 他的怜悯永不止息 他的信实何其深广 他的怜悯日日更新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与上帝相遇的时刻 作者对于苦难的描述很细致 生命受到威胁 痛苦和恐惧糾纏着 找不到出路 也看不见盼望 作者感同身受 为以色列文向上主倾诉这份苦情 配得我们敬拜的上主 并不是要我们强忍苦痛 装出虚假的坚强 却是要我们承认人的软弱和限制 当人处于苦难之中 常感到上主的远离 这是属灵黑夜的经验 内心感受痛苦万分 不是爱人所能够明白的 苦难临到 很多时候不是人的选择 而是无可奈何的 在黑夜里面 感到恐惧也是一种感觉 但有人认为 苦难使人变得没有感觉 连痛苦的感觉都没有 这份没有感觉的感觉 使人不知道自己的位置 更加不能够分辨前路的方向 只可以等 没有完结地等 没有盼望地等 这是更大的痛苦 苦难并不是绝望的 上帝不会致人于痛苦而不顾 我们在苦难中 没有能力做些什么 只可以仍然坚持 仍然相信 上帝会被人应许和盼望 人的尽头 是上帝的开始 苦难是我们 和上帝相遇的时刻 让我们更深地体会 祂的慈爱和怜悯 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失去知觉的苦痛 是什么一回事呢?